说的就是一个人在无人区 如果遇到狼 遇到野生动物 遇到熊怎么办 这里是西藏阿里的无人区 方圆大概100公里 是没有人烟的 这里野生动物确实有很多 但是看到的基本上 以食草动物居多 这是一只藏原林 前面奔跑的一大群 不是毛流啊 也不是马 这是我迄今为止 见过最多最多的野驴群 这种食草动物 是不会攻击人的 但除了一种啊 那就是令人闻风上当的野猫牛 在无人区里 最恐怖的不是狼 不是熊 也不是雪豹 其实就是野猫牛 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主动的去攻击人 今天运气还不错 碰到的是屎 没碰到活的 如果碰到活的 你的摩托车 不一定会跑得过它 生物让区 遇到狼是经常碰到的事 狼一般会在天气比较冷 或者下雪的时候 它就会出来了 其实呢 在藏区 狼是怕人的 不是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基本上它不会攻击人 但是碰到群狼的话 还是要躲远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熊 熊基本上会在春天出来 冬天基本上都不会出来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晚上出来 所以你只要在晚上安全的到达一个地方 基本上没事 在无人区最怕的就是 现车 然后坏车 因为方圆七八十公里是没有人的 手机也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你唯独能坐的就只能自救 我在过河的时候 这道河中间突然就塌了 尝试第一次辅车 这道海拔是四千九百多 第一次还是比较轻松的 前轮和后轮都卡在冰里了 我想着先把前轮的冰给凿开 第二次辅车 然后并没有什么卵用 鞋子已经完全湿透了 尝试第三次辅车 直接爬起来 尝试第四次辅车 这个时候已经明显的体力不知了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我如果不能脱困 百分之百晚上在这喂狼 喂雪豹了 前轮终于被我搞出来了 我决定直接把后轮也拖出来 我决定直接把后轮也拖出来 我还是没用 好 好 真的,在这湖人区啊,那边的野驴,啥都没有 真的在湖人区啊,一个小小的食物,有可能就会挂着这 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从外湿到里面了 还要绕过这个山,翻过去,大概还有60公里才能到一个村子 好了,不是,装箱子改路了 你在里面呢?你是不是摔车了? 对,高反摔车了 你带来些啥东西?洋气是别人给的 你现在什么症状? 手脚麻木 你把头盔脱了 手脚麻木,然后心地 对,这是高反的症状 你现在不要骑了 嗯?不要骑了 你坐在这 来来,坐在这 现在就只有百分之多 是海拔,差不多四千七还好 不要推了,你不要推了 你不要,现在不要用力气,也不要那个啥 我记着,我上来吃那个红景天了 没用 红景天什么的都没用 你现在不要说话 躺着,坐着 坐着,躺着 对,啥也不要干啊 就这样? 对,躺着 你先躺着 我扑着不了我的手跟脚了 越来越麻木 你现在不要讲话 你看你车都摔成啥样了 你现在不要讲话 眼睛闭着 什么也不要动 喝 这是葡萄糖? 对,这是注射葡萄糖 跟你买的葡萄糖那种不一样的 喝,接着喝 两只够了吧 不够 你这已经很严重的高反了 控制不了自己了 来,第三只 喝 就跟医院打针一样的注射葡萄糖 喝,联合五只 你医院打针打葡萄糖 打那么大 打200毫升呢 好 把垃圾收拾一下 你躺着别动了 等个五分钟左右 吃了东西没有? 早上 早上吃了东西没有? 吃泡面还有香肠吗? 你这没有营养肯定不行啊 第一次进站吗? 第二次 第二次进站 第二次进站 我在西藏待了三年 但这一段是最高的 五千六 就是持续海拔太高 而且我是反走的 我直接从一千多 直接到了五千 我昨天在五千二的地方睡的 五千二睡 对 所以它是个习惯的过程 里面没有信号 你连接不了 真的会死在里面的 我说这边 看这个河算是比较好看 好看归好看 看自己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首先你氧气没带 葡萄糖没带 氧气我带了两罐 我以为就差不多够了 两罐 反正一上来 然后不够用 我说话跟你说吧 这种氧气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知道吧 它只能说是 你很揣的时候 或者呼吸不上来的时候 这种氧气有一点点用 因为我在高高原领队 干了三年了嘛 还有的 你叫么就是 头晕头疼 吃头冻粉 喝葡萄糖 其实就是补充体力 然后赶紧下到 低海拔的地方去吸氧 卫生锁的氧气 是可以用的 就是那种罐装的 那种 这种氧气 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种大瓶子一用氧气 可以 还有在有条件 就搞那个高压氧仓 现在好多了没有 我现在想睡觉 想睡觉 你那个胸疼不疼 胸疼闷 闷是吧 闷正好 心脏疼不疼 心脏疼不疼 心脏不疼 但是它呢 感觉就像有啥 这里先添香还有六七十公里 你呢 先添香 先添香六七十公里 我跟着你一起跑吧 待会 行 我跟 我跟您跑吧 不不 你就你往前面走 我在后面 我在后面跟着你走 抱歉一下 就是光是一个头疼 嗯 吸氧仰了之后就没啥了 嗯 不像今天 今天这回 你今天虚脱了 首先你早上 你这几两天没好好吃东西 打帐篷 睡估计也没睡好吧 昨天晚上没睡好 对吗 没睡好之后 没睡好 加上吃东西不够营养 人的体力会透支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 直接给你灌上四瓶葡萄糖呢 没事 你睡一会儿耳心 我看着你 咪一会儿 我也没啥事 我没事啊 我没啥事 我啥事都没有 我也慢悠悠跑的 这个没喝过的 谢谢 拿着喝了吧 也是葡萄糖 你现在能骑吧 能骑你现在前面走 我待会来追你 哦 你看吧 这是壮的 摔掉了 人呢 有没有伤 有 有 那得赶紧去义库室去 腿还是咋脸 这个伤不咋样重 哦 我看你头腿也摔了 嗯 嗯 慢慢起 我跟在你后面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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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麻的很 人家也打断 哦困是吧 嗯 意思还是清醒的吧 意思是就是 他老是在那点一下 点一下 对对是这样的 高反嘛 高反去啊 折碎 脚现在有点麻 在地上躺会 躺一会儿 躺一会儿 手现在好了 手现在完全有知觉了 哦 现在海拔第一点了 四千七 咋了 是不是好了 嗯 是不是彻底好了 嗯 嗯 把生活还是悶 那直接去医院 你晚上你把包救了 你不用管我 你先带你去医院 去 走走走 直接打房医院 直接挂急诊 怎么了 哦 急诊 怎么了 他应该有点废水肿 那那个到内科门诊去先 啊 先到内科门诊去 内科门诊 他要吸氧干好的 对 所以就说啊 到内科门诊去 开单子拍片 然后过来这边吸氧 到医院应该OK了 你到医院了 就应该OK了 你要不这样 我就先撤了 你到医院的话 你记得你今天不要先回去 你先到医院看好 你一定要拍片 然后再吸个氧 好 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我就往 我就往错秦那边走了 好吧 我认为也算完成了 拜拜 谢谢你啊 谢谢啥呀 天下摸鱼地吃一下 来来来走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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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